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制作 首先我们来回归一下上节课程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 在上一节课程里 我们已经实现了登录页面的基本效果 用到了DNA加CSS布局 Bone表单 Protection定位 还有CSS 等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 我们实现的这个基本效果里呢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需要给大家完善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登录按钮 我们现在要实现的效果是 当我们的鼠标移到这个按钮上的时候呢 它这个背景呢会有一个变化 这样呢就提醒我们的用户 此时呢我们的鼠标是位于这个登录按钮之上的 这样呢对用户的一个体验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需要呢给它添加一个样式 也就是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Hover的属性 就代表我们的鼠标移到这个按钮上的时候 然后将它的背景颜色 设置为这个颜色 好我们添加到这里 然后呢当我们的鼠标移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 它的一个鼠标的指针 也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的 cursor属性给它设置为这个 pointer 也就是一个小的一个 手势的这样一个图标 然后呢我们将它的高度给 改成34个像素 这样呢就看起来 比较好看一些 那么呢我们这个基本效果呢 就已经实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课程所要学习的内容 本节课程要来完成 咱们的这个登录表单的验证 通常在我们输入 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呢 我们在前台会有一个 简单的验证 这个验证 它有一些优点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在输入 账号和密码的时候呢 如果他输入的不正确 那么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提醒用户 告诉他哪里输入的有误 第二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当我们在提交咱们的 这个表单的时候 那么在前台进行判断以后呢 就暂时的步伐往我们的 后端平台进行验证 这样呢就减少了 我们的服务器的一个开销 那么好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下本节课程呢 首先用的到一些知识点 首先我们要来制作 如果在一个表单验证我们会用到 JQuery这样的一个 Javascript的内库 那么Javascript呢 JQuery 它是一个 Javascript的开发库 并且呢它是轻量级的 这里的轻量级呢是相对其他的一些Javascript的 内库 比如说像Prototype 它也是一个Javascript的内库 那么通常呢我们在前度开发的时候呢 用的JQuery呢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使用这个JQuery来实现 JQuery的另一个优点呢就是它是兼容多浏览器的 也就是我们在使用JQuery的时候呢 它已经给我们封装好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功能 并且呢它已经把浏览器的介绍性呢已经给我们解决了 第三个呢就是JQuery的核心理念呢 就是说它是这个写的更少做的更多 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后面呢会有相关的一些体验 通常我们如果说用原生的Javascript来写的话 可能要写十多二次行代码才能实现的一个功能 那么用JQuery呢我们几行代码就能实现 那么我们要 来看一下JQuery它的一个官网呢是这个网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打开这个网址以后呢它这里有一个下载 点击下载以后呢在这里呢就可以选择我们 在这个JQuery的一个库进行下载 这里呢它有这个没有压缩板的和已经压缩板了的 那么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个1.3的版本 这个版本呢是目前一点几的版本的 它的一个最新的版本 那么在这个二点几的版本里面呢 它这里呢已经有了说明 它说它这里呢已经不支持 这就是I1的678 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会 会在 实际的一个开发当中啊 如果说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兼容性的话 我们通常会选择这个一点几的版本 那么在这里呢我已经 下载好了如果大家没有下载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下载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在实际的开发当中 我们最好呢准备一个参考手册 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开发过程中有什么不太明白的 或者是没有记住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看看手册 这样啊也是一个示范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手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呢已经把在query里面的一些 基本的用法 和一些工具函数都给大家 磨练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用到叫query的一些知识点 包括我们的选择器 像这样的选择器 如果说我们用原生的JavaScript来写的话 就是通过像这样的document 叫getElement这样的方式来获取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叫query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 dl 然后写上我们的id选择器 就可以进行选择 从这里可以看出 从代码量上来说的话 它已经是给我们做了十分大的一个精简 同时呢我们要用到叫query里面的事件和方法 这里呢在我们待会的制作当中呢 会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到 好下面我们开始来制作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呢 我就已经把这个jquery的一个文件办好了 那么然后呢我们来 在这个页面里面呢 来引入我们的jquery文件 那么通常呢我们在底部来进行引入 然后我们通过src属性 把我们的jquery首先给引进 引入进来 同时呢我们将我们要写的代码呢 放到这个scribe的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啊我们这里呢也要给它引入进来 这里呢就改为 scribe的点击s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来书写代码 首先呢我们来给它添加这个这样一句代码 这一笔代码的作业呢是告诉我们的运营器 是在整个页面加载完成以后呢在执行我们的这个脚本 脚本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们如果说在页面还没完成的时候 就进行一些一些操作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dome呢还没加载完成 那么我们要去获取它的一些值的话 有可能会获取不到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简写方式来 来写这样的一个功能 直接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好 这里呢我们给它写个注释 首先 首先 我们要实现的功能呢是当我们点击这个登录按钮的时候 来进行验证 我们这个用户是否输入了正确的一些账号密码 验证码等等的消费信息 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个思路是如何去实现在的一个 验证效果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使进行呢对判断它是否为空 也就是判断用户有没有填写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给它 首先我们在这里呢首先要获取到 过去到咱们的这个登录按钮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 然后当它点击的时候也就是给它添加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的click 然后呢首先我们要来获取到 这个对象 它里面的值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首先要获取通过它 这里让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它添加一个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它添加一个 name吧 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名称 然后呢再给它添加一个名称 这样写的目的呢是我们方便在后面的代码中 来引用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样写的目的呢是我们方便在后面的代码中 来引用这样的一个对象 这样写的目的是我们方便在后面的代码中 然后呢同理我们可以获得它的密码 密码框 以及这个验证码 然后呢我们要分别获取到这些对象里面的它的一个值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给它定义一个变量 这样我们就要做 这里呢我们就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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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它的值表单的值的话通过Val这个函数来获得 同理了我们可以获得其他的值 这个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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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的这个验证码 那么通常呢我们会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一个这样的工具函数 使用这个函数的目的呢是为了 防止我们的运户在输入相关信息的时候呢 那么多敲了一些空格 那么这个函数呢就是去掉伺服串两边的多余的空格 那么大家可以到这里呢去查找一下相关的手册上面的一些说明 比如说这个函数呢 比如说这个函数呢它会有些详细的说明 好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判断 这里让我们通过if来判断 if呢 if我们的这个 内容的值很等于空 就是说我们的用户名没有填写 那么我们就提醒我们的用户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这个 这个 看表情用于 显示 相关的一些提醒的文字 这样我们就叫做 text 那么我们要获取到这个text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给给它第一 一个这个 这个 变量来保存我们的这个 对象 那么在这里引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那么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引用 点 text 在这里的一个函数 叫它的值呢 设置为 请 请 输入 用户名 然后并且呢 叫我们 叫我们这个 此时的 此时的 它的焦点 获取到 它的一个焦点 focus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如果说 这里如果说 已经判断了它没有输入用户名以后 我们的程序呢就可以不往下执行 我们就给它 retur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没有进行 对这个 账号进行填写 那么它就提醒我们 请输入 用户名 同时呢 它的这个焦点比如说 我们已经把焦点移动到这里来了 然后我点登录 那么它会提醒这个 通常它将 这个光标 定位到这里 然后呢 其他的话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这里呢 就给它复制一下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呢 就给它复制一下 它的这个密码为空的话 然后呢 这里呢 这里呢 就提醒 请输入 用户名 请输入密码 然后呢 将我们的这个密码的一个 过去这个对象 它的焦点 可以过去到 然后呢 然后呢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这个 验证码为空 那么这里呢 我们给它一个提醒 请输入 验证码 并且呢 将这个 对象呢 在这里引用 并且将它的这个光标 定位到咱们的这个 因此码在里 好 如果说 这些都进行填写了 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 看到这个文字呢 改为 我们需要的一些文字 比如说我们这里那边写上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请稍等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什么也不填 那么首先它会提醒输入用户名 那么我们随便输一个 那么我们输入一个 那么我们输入以后呢 它会 比如说密码没填 那么它会提醒说 我们输入密码 那么我们也随便输一个 然后我们登录 那么它现在呢 就提醒我们这个验证码没有输入 那么我们随便输入一个 此时呢 就提醒登录成功 请上号 好 那么这个 它实现的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根据 具体的学习呢 写出更加 更加实际更加复杂的一个 表单的验证 那么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 以下这个实现的一些思路 那么好 这里的一个样式呢 我们觉得呢 它不太好看 我们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它修改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这样 在这个 在这个 下面的 spat 并请它的这个 ID值为 text 将它的 首先给它转化为 inner block 然后给它设置一个宽度 130像素 高度呢 给它30像素 我们刷新一下 那么好这样呢 我们就 基本上写好了 这些课程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通过以上给大家讲的一些知识 去完成更加复杂的一个验证 比如说 这里呢 我给大家写了几点 就是我们用户名 它的这个长度呢 大于5位 密码呢 为6到18位 并且验证呢 这个验证码是否为这个 制服串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如何去实现 好 那么本节课程呢 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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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